我們來之後,我們越來越瓣越瓣 而且還可以請到超級大咖的 這個真的是不盡代價 今天我們來看幾個台瓣 我們這裡有很多人在嘉義士教的城市 我們要請一位靠名的朋友 我們都一台瓣來打 我們這裡的頭髮不露,只是在暖巨頭髮不露 他們要請你聊聊,來到這裡就要做老闆 高鐵一個人就好看 你也要穿一個2160給他 2160 分店不用找,不用買這麼多 要賣20分,好,不太好看 所以有很可能 我們就像在打火店,有一個夜店 夜店其實不會騎一種 夜店要騎兩倍 所以真的,可能在那裡 的話,活動要怎麼傳遞 那就要一些 大家不依次來看,鼓勵一下 那謝謝各位的 白山的經典來到這裡 很期待耶,要用台語還是弄在嗎? 我們就開放,台語跳光後面換衣服 這也是很出力的,一個開心 那你到底是過世而來 以上我代表那個建廠,分享完了 好不好 那我們是不是就正式來進入今天的畫園 包括畫園連錄來看他的這個劇場的 實際工作呢 幾乎他的到目前的一生 所以還是盡情是 但是他,我相信那一種 在劇場工作裡面的感情 那我相當的過敏 那我想 如果年輕朋友想要走這一條路 應該透過今天之後 我會向盈全新轉彎 我相信你都轉彎之 不要他不用說 好,那我相信 如果時間都會從頭到尾 團長要說什麼 沒沒沒 直接 對 團長要是年輕的 又要是年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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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各位 他們一表藝中心 那裡有一個辦公室 有時候 你沒買到 你也去那邊說 你辛苦還是去找 這間也要有人看到他們辛苦 有時候 你錢那麼小金 要買一幣東很困難 要喝這兩室很困難的時候 那一早 有空嗎 真不簡單 那他只要拍 我現在有機會 你倒倒跟他 你就說 我已經在那一天來了 我已經拖延時間了 那時間到了 那我想 那個 這麼認真的 講了很多的廢話 總算找到了 重要的神力嘉賓 是嗎? 他不適合他 每一個都是神力的嘉賓 現在 我相信 我們就有一個精神 來演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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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阿超 好 好 講 講國語好了 講漢語好了 我媽是澎湖人,所以你們大概可以,假如有問題可以用台語問我 那我想說講話可以給傳查 好,一般講座的話,其實我覺得演講題目是這樣 講座做過準備的內容會比較好客 但這個東西錄下來,網路上都能看 所以我來了幹嘛 所以那時候小飛啊,他們兩個劇團,我學弟他們,他們一直在邀請我 然後也一直在討論說,需要什麼 就是我來了,你們需要聽,這很重要 那我不能猜嘛,我有理髮幫你先傳播上面說你們想知道什麼 所以我就跟他做準備那個講題 那基本上就是,以我在做的事情,我現在身為樂人在做的事情 是一個戲劇的工作主題 那以這個當作基準,然後你們可以問問我 我去回答你,其實會比較精準 否則就去看我以前演講過的帶子就好 因為現在網路太方便了 所以希望待會進行的時候,我還是會繼續講一些事情 所以我會講的事情,我會繼續講 你們有任何問題一定要問,才不會浪費 你今天要來了,一個問題都沒問題 你回到家還是沒有解決你心中的問題 反正你知道,你沒有說出你心中的問題 這樣,活不到你們每個人心中的問題的事情 所以你們要問,問了我才能講 才能給你們經驗,才能給你們我的觀點 那我還是會講一下我大概在做的事情 我爸是軍人外庭,查他兒省 現在沒那個省,現在叫河北還是什麼 現在張家口,挺北的 然後我到了,打輸了嗎?我過來 被人家趕過來,趕過來之後認識我爸 我爸是偶爾人,在復習 所以從小的時候,兩年都會講 可以回來,給他一年都 然後在高中長大,所以我念左宗 左宗高中,但我不是舞蹈系 所以我認識很多舞蹈系是因為左宗高中 不拉瑞陽、許邦儀啊 所以幾乎那個舞蹈就是從左宗有一堆出來的 南部就是左宗,北部就是中正 然後那個時候,五國柱也在左宗裡面 然後後來也是變成,先學戲劇 然後冰,變成一個冰武家 然後左宗我念了五年,念畢業 所以我高中沒有畢業 我拿了中等學歷去考 就是很像單子嘛 他去新生訓練,不是要教那個 畢業證出台隊 還有我前面一個女孩,我一看 大一的時候,你看我好考戶輩 他的那個,他的畢業證就是有戶輩 我跟羅景,我班好像就兩個人沒畢業的 一個拍廣告的導演叫羅景,就是導演 做了全臉協議 全臉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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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了一大堆外葬套 也是挺左的一個建築 他也是一直拿著,我們就拿了兩個竿子 爛爛的質感 然後到我們的學姊同志 找那個畢業證出台 就那個成立單嘛 沒有畢業成立單嘛 我們兩個都沒進 Show 剛剛那五年之後 我不知道要幹嘛 誰知道我要幹嘛 我就一直混 高一進去的時候學吉他 然後打籃球 籃球隊 然後跑去軍樂隊 然後又組樂團 搞一個熱音社 玩搖滾 到處玩 高中說當大學玩 然後玩了玩了玩 第一年一玩就留級了 留級我爸就級了 我爸雖然是一個戰敗的國民黨 但他就告訴我 我們以前家裡是怎麼出過禮炭花了 就是上京考試 能夠書相釋迦的那樣 我是為了打仗 所以不能念書 我們家裡一定要念大學 我就想說 我老四 我老邀 然後我大哥 我大姐是左宗的 功課特別好 我大哥是雄宗的 功課特別好 考大學這個事情怎麼落到我身上 不太難 所以就玩啦 使命玩 從小行動 後來玩到了高中 才當第一年 念完了就留級了 我爸就慌了 你搞什麼念 你想想念 你要不要念 然後高二 高三 然後高四 所以就五年了 那高四就去武器班 考驗武器班 那時候就兩個選擇 要嘛 我就去當兵人 高中畢業 念不到大學了 然後我就這樣 然後 要不我就重考一年資訊 花家裡一年資訊 或建他一年 然後就考大學了 然後後來我就慌了 我就不知道你一半 真沒念書 你幹嘛 彈吉他嗎 我都彈一輩子嗎 你幹嘛 打球嗎 你不願意 台灣也沒NBA 樂隊嗎 你不想我們在幹嘛 出去送帳啊 你 我剛才還真去賺過那個錢 穿那個製服去 送帳 算了 就五百塊的白包 光了 然後那時候大姐 念世心 世心大姐 然後她很喜歡練習 她想念戲就戲 但老考不知道 她是一個影響我很大的一個人 她是一個很怪的女孩子 我大姐 然後她有幾個堅持 跟共產黨的一堆堅持 從小告訴我們 我才十二歲 國小六年級 把我教導推錢說 你不准教台灣女孩子當女生 我說為什麼 然後我不是外省人 我就看著她說 媽媽呢 我媽是同路人啊 可是她從小有一些很怪的 然後她一告訴我們說 教育是義務 你們應該花錢不夠受教育 所以不准拿人家人家就不急 學校要做科學輔導什麼的 要交錢 她不交錢 她說 你們不是從小告訴我們 國民義務教育嗎 那受教育委員會就要出錢 雖然沒考上大學 沒考上高中 都不從考 考大學的時候就完了 生理期來了 然後她那天就考壞了 考壞了 我媽就說 我要從考大學 因為她常考進行大學 然後考她設計了 她說我不從考 她就是這樣 我就是很堅持的一個女孩 我非常怪 但她的書房裡面 女孩的書房很少機會進去 後來我就是在擔心這個事 考大學這個事 高中的時候 我姐就說 把我帶到書房 哇 她們給我到她的房間 太難了 她是虎姑婆 她聞到門口有男人 我們小時候走到她很可憐 經過她都罵人這樣子 就很可怕的 然後一去看她 你整個貴的全部是 西亞飛劇 另外一個貴的全部是西洋戲劇的書 然後那些書後來我在 怎麼來的建議 因為我到處想 我自己都想半天 應該挺瞭解我自己 她自己覺得 我都想不到 你們說什麼建議 然後大學就說 你不要考西洋戲劇 我一點都不知道西洋戲劇在幹嘛 誰知道西洋戲劇在幹嘛 我知道不知道西洋戲劇在幹嘛 不跳我吧 我在想說沒有什麼搞西洋 她把我進去 然後西洋戲劇幹嘛 我就聽傻了 我說幹嘛 然後 她就說 大概幾次 她說我評估 西洋戲劇讀招 然後我們那時候考試一半一半 就是五十的素科 跟五十的大專聯考的分數 在大專聯考的時候 兩百分嘛 就是一百分 然後素科四百分 就一半二十 兩百分 這樣子加了 就客戰一半 功課連招跟福利招生 然後我姐說 你這個分數很低嘛 你也不念書嘛 你也要玩啊 所以你一定要用 去考素科 能夠拉高 搞不好才能囤福利 就像不利藝術學院 還能用的不利也不利 然後 你喜歡唱歌 喜歡表演 去考戲劇系的時候 他們就考這些東西 就考自我介紹 這趟表演講故事啊 對書節目以外啊 笑啊 表演 就這樣 所以第一年我就去考 我講看的時候 你去看書 就是那一波 那一波 我從小不看的書 我連漫畫都不看 就有空的往外跑 卡通都不打開 沒辦法進不開 後來長大才學一學 小時候都是往外跑 然後我連漫畫書都看不住了 看了幾頁 我沒辦法看一下那種 看了十五集連載的 就看好了 怎麼辦 我來看了幾頁就說 但那時候可能走投無路 你還想說完 你知道是 沒有那麼標 你考大學也沒用 那當兵你也很慘 你現在這個年輕輕 就你不到一個人 不知道怎麼當個人 那個時候 對我來說最大的問題 十八歲的時候 我不知道怎麼當一個人 我媽媽生下來 我吃了很多飯 然後上去表演 不知道怎麼當個人 我知道我人的表情變長 不知道怎麼去經營這個人 後來我念戲劇 我慢慢找到這個方面 然後我可以講到 就是 當透過半年 去演一個角色 我不知道怎麼當一個人 然後我重新回來 讓我這個人 這是他人 我現在比較像是 你們現在看到我 比較像我一個人 我比較在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前幾年看到我剛在做戲劇 大家都說 他終於做他想做的事情 但其實不是 後來我發現 他只是一個過程 真正想做的事情 把政府的炸在那裡 把那些不公平的事情給幹了 好 那個題外話 其實不知道怎麼做個人 沒人告訴你 突然解放你 你有一個方向可以做個人 做個戲劇人 然後我看就是看了那個 希臘悲劇的書 特別不夠好耶 那種 哎呀 國王啊 你要幫我搶回什麼什麼 那種 就是希臘的古典悲劇 然後 有時候歐克羅斯看到 那種三大悲劇的那種 希臘悲劇 翻譯都很無聊 每個人名字是彈葉 什麼特意牙絲的目的 這場面 還有什麼情緒 不看 就想不到我看了意外 喜歡上 漫畫不看小說 不看閃文不看 什麼鬼都是看的 我看了那個劇本 就是 劇本是一個問題 那劇本就是 我看了那種劇本 我看了 免許看了就 希臘悲劇看了兩三個這樣 看完之後才看完兩個月 然後看完一個月 考試的事情還是沒問題 年輕人嘛 就看了一看 寫了一個劇本 給小女朋友 追小女朋友 寫了一個劇本 寫他們講話的樣子 什麼士兵啊 什麼什麼 很蠢 那我就把它當看了這樣 那樣寫 那你要是看過那些劇本 你在看我寫 那個時候 小短的那樣 特別好笑 因為我喜歡一個女孩 做老戲 要討論學 比我早一點畢業 有沒有 有時候寫了一個 就什麼 我們的公主要去 北方出宮 把它領域成一個戰爭那樣 給她打氣 寫了一個劇本 後來鬥得很開心 然後我還發現 唉唷 我還聽有天不暗的嗎 能夠寫一個東西 這樣能夠 把那樣 然後那個東西 全是我看在三本師裡面寫的 我不看小的 他們可以寫的 很不好 作文也不會 我後來高中老師知道 我寫劇本 趕快去寫 改我作文都是30分起跳 頂天也不夠 五十四九分之類 沒有比我寫過 後來聽說我在寫劇本 然後就散 你寫劇本 呵呵 你們台北戲劇界怎麼了 都沒人了還是怎麼樣 所以後來我就開始 一念了 那個書房一看到我 我自己裡面那些 書房讓我想到我解釋的 有點像 就念了那個書 之後我就愛上了 開始念那些戲劇的書 後來我就跑去 考了義務學 就第一年 就我高一高一高二高三 第一個高三 第一次畢業的時候就跑去考 考了信誓旦旦 哇 又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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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幹嘛又表演 我在談義就好 人家跟我考個什麼 肢體 考肢體 對我們這種校隊來說 考肢體聽起來有點愚蠢 所以有一個人做一個動作 你跟著做 那挺蠢的 我不知道他們幹嘛 但看你的協調性 有人叫你蹲下 然後看平衡 考了一下 然後什麼張開 跳到最高 然後看裡面的延展性 空中的平坡就 那時候在什麼 師範和師院考慮 那些人就在教室裡考慮 然後叫做在教室裡考慮 忽略我們 好歹也是個左中的 環球隊 雖然我們都是電子 基本上在身上的隊 所以考了自己 有自信而已 你別人一跳 我一跳都快頂天了 就高嘛 快打什麼 所以我那個 留個場面 我把他套出來 我高三畢業的時候 就是以做得更短一點 真的會到這樣 所以學校開把界 也故意分學到 對當 你開把界真開 那我就 那其實不是那個道理 那人家超加 真的是得同的 第一次考試 學郎姐的 就請注意 他會看 學弟妹來考 如果是加上一個 就大隊 這個是少學的認識 這個就是 我還有認識的 你應該考得上 就大隊輸你 你去考那一關的時候 別人說 你考那一關的時候 我可以就想說 大隊 那是少學教 可以 這片段 後來收到成立單 他拿稍微看一下 因為 你附不穩的話 他最高的就只會一直放 你看我出的最高 他如果一直放的時候 問題就出在大學聯考那一關 大學聯考那一關 我的分數低到連 田志願錶都不到天 我後來才知道 田志願錶有最低標這種事情 我就很成績 我就跟我們的老師很實際說 為什麼志願錶要有低標 大家都去考試了 就讓他填嘛 反正他不會上 你不要說你太笨 所以不能參加這個聯繫 然後我那時候就是收到一個像 就是你太笨 你太笨 你太笨 太笨 你太笨 不到200人都聯考 我那時候聯考不算是一樣 就是太低了 所以你連田志願錶的資格都沒有 我一想我氣了 我們高三的時候都會 老師都會教你們田志願錶的資格 然後什麼 二比一切笨 那畫圖的圖 不要畫出去 教我們田志願錶 那時候我們 才剛還電子 就才剛還電子 以前是人工業最職 學犯天天之用我還記了藝術學院的什麼嘴巴 不知道做好了 就給我一張光致說你數科代理你不能記 我就氣了 我都填好了 考完就填好了 我就沒記 然後我就生氣了 越講越快 越說幾天就跟我發出來 好吧 記我點錢 我再唸一點 所以我就唸了高四 就是區外面的旅行翻唸 唸也壞了 我就考慮第一天上課就跟那個古蹟班老師講說 我要考一學 沒聽過 好像自己了不起那樣在高雄 好像我發現了一個別人都不發現的那個戲劇系 好像我很高級 所以就考慮跟老師講說 很明瞬嘛 他是大學生畢業的老師 他都不知道有戲劇系 我就很厲害 我要去考戲劇系 因為戲劇系一半是學科一半是數科 所以我只會來上一半的課 我要去做那個 去圖書館看戲劇的書做功課 還這樣騙他 但是就是要玩 然後後來家阿姨就說 所以 我要是巧克力非達人給我爸 我 小心我跟妳三連 然後我腦子就有點半信半疑了就好了 結果那時候我在補習班的時候 就認識了一個很討厭的人 找人打他那樣 雄中忍的 那時候跟我女朋友走得特別清楚 因為他們都坐在那一邊 那我們坐在不一樣 教室一百多人 老想打他 後來還就是徐華謙 對 徐華謙就是我常會做的一個點子 就是我小朋友 補習班的補習班 後來同班了 不好意思 打他 我決定給他當好了 可是因為這樣 我們就考上了 第二年就成功了 所以一般也就混了 但還是 感情還是有自我加強 那一年裡面不斷的念劇本 然後我們想辦法去看一點 舞台劇改編的電影 因為我們那時候找不到 純舞台劇的例子 但有很多改編的 像那個 TLN之死 一定的 然後那個 晚安母親 一定的 然後拍成電影就特別好看 所以我解決 列了一個歷史的理由 就是說這些舞台劇本 被改成電影 可以看 我們拿得到 他都列定了 那就做過 然後不斷的再看 把那個劇本 輕吹到 還有一些戲劇 然後第二年考 才考上 所以我們第二年才進到學校 進到學校就被上一屆的校 因為大家都在傳說 我們那屆去年來考的 有一個挺厲害 但去年被考上 今年當年去的第一次 然後我們那一屆 就是考慮盛唐 我們大一屆的考慮盛唐 所以他考慮盛唐 也都認錯了 我又當同學了 後來過了半年之後 對不起 後面聽不到了 可以開嗎? 可以 開囉 好 好 好 所以我們上一屆 是從聖我們班的 所以我們班的 大概也都認識我 因為大家都謠傳說 你們本來 你本來要跟我們同班 有沒有 過了半年之後 我發現好險還沒有 我大廳不喜歡我們班的 然後我聽喜歡我們班的 第十屆 然後後來就唸 唸了之後呢 開始唸戲劇了 那時候 上去唸書 我覺得 嘉義的孩子也是吧 我那時候是高中的孩子 上去挺自卑的 感覺我們是落後一點的 城市等級那樣的 然後講話了台灣國語啊 或什麼的 南部腔啊 有些南部用語啊 就很不爽 但反而因為這樣 我們的那個本土性 會更張揚 反而是因為這樣 我那時候跟我一個 最好的同學 是第一名考進去的 就是藝術學院的 排名一號就是第一名 所以你遇到藝術學院 說你是第幾號 你就大概要第幾名考進去 我是第十號 就是十名 第一名呢 是一個 男一中的 挺會唸書的 但 看起來就是個牛馬 然後跟我非常好 所以我們兩個那種 南部來的被笑 被笑我們就後來被笑 過了 拜訣期一年吧 就開始在那時候唸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穿拖鞋 吃檳榔上學 反正你們覺得我是南部人 我都難到底 每天都是吃檳榔那樣咬的 上課也是 挺好吃的 然後就一直在裝狠 那後來覺得 哇靠這也不是辦法 為什麼你覺得我是那樣 我就給那樣 對不對 北部人覺得我那樣 我就給那樣 所以那時候其實在一兩年的時候 挺不好過的 走在台北市都挺想家的 那個家的意思就是高雄 就是高雄的街道 因為人不太一樣 但還好 因為我可能就是 張揚一點 然後 個性開放一點 然後 狠一點 所以很多人其實 不認為我是台北人 反而認為我是那種 國外回來的 我上去念書的時候 我把東西給包了 然後寄上去 箱子寄上去 然後我就背了兩把 我最愛的吉他 不拖我就這樣背著 怕撞壞了 然後坐火車上去 倒火就這樣一下來 就打了一個車 就計程車就上去 然後 請他載我到我姐夫家 對我贊助我姐夫家 然後他一路就跟我講一大堆 有了沒了 我就有點怪了 他認錯了 他怎麼樣 他一直在用一個 我從國外回來的態度 在跟我講話 所以我剛從那個 北上的南部列車下來 然後 他就跟我說 欸 那怎麼樣 你剛回來喔 可能是剛回來 台北嗎 對 我剛到台北 他以為我是從國外回來的 那天氣 那邊天氣怎麼樣 蛤 那邊天氣 陽光挺大的 喔 他也不問我 說你是從美國開通 你也不問我 你跟我裝什麼 後來早半天了 我問他了 他就說他以為我從國外回來的 唉 我說我從高雄國來的啊 下回來我們高雄國 記得辦護照 我們快獨立了啊 然後 所以很複雜的 就在台北那一兩年 我覺得衝擊挺大的 對於我 對於我認識戲劇這件事情 後來戲劇 開始念的時候 就認識賴聲川嘛 打球 認識一些朋友 後來那時候 我去演一個電視劇 我們家都是人 那個時候還沒畢業 他是一個現場的 一個Live的 舞台劇表演 然後拍下來 然後 跑帶著 有點半直播那樣的 誤差半小時 有點學六人型的 那種 那種 然後後來 自己 想要組劇團 就老想組劇團 我那時候就想要做 劇團 然後為什麼 因為大王大三要學主修 到底要修表演 修導演 修東方社之教 我後來修了導演 我是很實際的判斷 因為後來很多人在問我為什麼修導演 我其實說我不是愛選 我是非常實際的 沒有你們想像中的浪漫 因為我後來也做燈光設計 做很多舞蹈的燈光設計 雲門2的燈光設計 布拉的燈光設計 其實都我做的 我自己的戲都我自己都燈光設計 我其實比較喜歡燈光設計 我其實比較喜歡燈光設計 看起來比較MAN一點 做導演嘛 做編劇啊 他可能會比較文藝一點 你娘了一點 不一定 我不是說你小黑 沒有他很MAN 我後來就想了 非常實際的 我想組劇團 那我後來一想說台灣那時候劇團一看 現在也是 變動不大 那時候有的劇團就是 表演公路寶 麥先生 然後 平方表演班 李博兄 呃 國托 楠志明 OK 這三個劇團有什麼共通點 嗯 導演很有名 還有呢 共通點 都是劇團 廢話 三個都哪一代 商業 商業 主流 主流 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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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算 三個重點就是 這三個老闆都是編劇 都是導演 意思是說 這個 戲劇這個行業在台灣還維持在計程車的狀態 你必須是那個生產者 也必須是那個擁有者 你擁有的劇團 你就在劇團裡面做你自己的戲 你的戲越好 你的劇團越好 手工品嘛 對不對 我做出來的東西越好 賣的越好 所以你發現這三個劇團 全部都是老闆在做 做產品嘛 白宮廣房的老闆 就是 南京川嘛 一樣 所以這告訴我們什麼 你要做劇團 在台灣能夠做劇團 以前輩的經驗 以我還沒做劇團之前的經驗 我去 research 成功的經驗叫做 你是個編導 然後你自己弄個劇團 你就有可能會成功 對不對 這個是很實際的成功經驗 所以這個時候你要選主 主副修的時候 你當然要選導演 是不是很實際嘛 你看這三個都是導演當老闆 所以我當初想要 我將來想要做劇團 我必須要能夠自己生產東西 所以我要必須去修導演 但我不是最喜歡導演 所以就去修導演 再來另外一個是實際的事 我不光喜歡導演 我喜歡演戲 我也喜歡做別的 舞台設計 我都喜歡做 不然我不會 其他我都喜歡做 所以你要怎麼樣 在你接下來畢業之後 做了一個劇團之後 能夠快樂的生活 就是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對不對 這是戲劇告訴我們的 那我喜歡做的事情 太多了對不對 所以怎麼辦 自己當老闆 所以我才能任命我自己當燈光設計 我就任命明年下半年的戲 舞台設計是領建廠 後半年上半年的戲 等皇設計是領建廠 我就能夠分配我自己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其實非常實際跟自私的 所以我選擇了導演 然後畢業了 畢業這時候我就自己寫一個劇本 跟紀老師 他是我的畢業老師 和諧了一個劇本 然後我自己導 做了一個戲 就準備當兵了 當兵前意外的 就有一個機會 我那時候自己選擇要了 就有一個機會 就有一個機會能夠 上國大劇院 演不要綁著戲 然後是 所謂的男一號 就是主角 就是 兩個老婆 欸我照片我嚇一跳 我剛才轉過來 你為什麼有一個人跟我長得挺像的 而且還拿著麥克風 我的照鏡是什麼 我 走開 好 剛才講到哪 對不起 國家劇院 我就為了那個機會 我就岩壁 然後去演那個戲的主角 所以我就念了六年 藝術學念了六年 所以我就說我一直在念書 太喜歡學校了 一直在念書 當兵都很老 班長都不好意思罵我 都比我小很多 太老了 然後後來就有一個大機會 那個對我來說也影響很大 因為 快畢業 還沒畢業 我就有一個主角的 機會 可以上國家劇院 噢 虛榮呢 怎麼會不虛榮 然後我就岩壁的去演了那個戲 原來就去當兵 當兵在義工隊 一樣街上 義工隊那時候唐龍勝在裡面 然後我的往下就是維以辰 所以一些看戲的人可能會知道 就是 都是那幾個人 我們就混在一塊 在裡面當兵 然後出來之後我就做劇團 這樣 那過程有點齊齊 因為很長啦 我的每個故事都不能 都能被我講成一個章節 所以有點 要跳快 這東西還跟賴老師 有點一來一往 這樣就對了 反正就是我們後來還是決定組了劇團 就一直到現在 那組了劇團之後 就做一些我自己想做的戲 然後後來 就是從最近列過來大家比較爭議的 然後也是一連串讓我開始重新思考我要做什麼的 就是我剛才說我要重新找人 我剛才做了20年的 意思是我做了20年的一個角色的功課 這個角色叫李建成 這角色的意思就是跟羅密歐一樣 朱立業一樣 劇團裡面的一個人 我做這個角色功課做了20年 我發現朱立業做歪了 所以我現在又在調整 那這個調整的一連串下來的原因 是從聽障奧運 我是聽障奧運開幕儀式的執行導演 然後我是花博開幕儀式的總導演 開幕儀式 然後我是苗栗燈會的20幾年的一個總規劃 我們接著規劃 規劃案子跟裡面寫的劇本 然後這個就掉了 這個大家就想不聽了 然後我最後一件事情就是 百年國慶 夢想家 我是編劇組的顧問 我參與前面的製作 我是顧問 所以就很刺激了 對不對 我接觸了很多爭議心非常大的事情 但從那之後 我這幾年也同時做了很多別的事情 我支持這個 反反反 台東的事情 然後 那個 台東的那個百年地標的事情 後來他們還是蓋了 超沒品 甚至還騙我說不蓋 然後後來跟我講說 可能因為你寫的封信 所以我們不蓋了 你的力量挺大的 就酸我一下這樣 我說 我說你酸我沒事兒 但你不蓋我挺高興的 然後後來過沒多久 台東人給我寄個照片 說幹了 早朝辦的一個開幕 然後剪彩 就 就是 好幹了 大家跑了這樣 就這樣 然後 其實也一直在關心 反和的議題啊 關心 王家 王家就在我們家隔壁 所以我就沒事會騎腳踏車 會一看一下 然後 反正就是一些社會問題 然後因為這樣的一連串 我開始重新檢討了 我已經頂天了 我的意思是說 我當時在 站在天澳的舞台上 對著幾千人的時候 我想說 我差不多了吧 你懂我的意思嗎 就我是一個 這麼追求功利的人嗎 我 唸戲劇 當初是為了 不想去當兵 給家裡一個膠帶 唸了一個大學 給父親 然後我現在已經站在一個 國家等級的一個 國際的開幕儀式上 然後拿著麥克風罵人了 可以了吧 我還要做什麼這樣 那些事都是我不愛做的 那些事都是我的人情 那些事都是我的人情 那是我自己的問題 就是這幾年我必須要還 賴身穿一些人情 把我當乾兒子看 開玩笑 很多人一天到晚看到我就是 賴建廠你乾乾爹怎麼樣 我說好啦 你們 反正便宜你們覺得我讚了嗎 豆腐給你們吃 可以 大家一天到晚問我乾爹在哪 我怎麼知道我乾爹在哪 現在好像在大陸 然後最開始我在存音反省 我在做什麼 我還能怎麼樣 在能力上 我自己內心的比較上 我覺得就不過這樣 我在網上努力個20年 我就變成台灣的第二個賴身川 然後大家回想一下 或是布拉瑞亞再努力個20年 他會變成台灣第二個靈環民 這件事情是我非常擔心 所以我一直很關心我的朋友 叫布拉瑞亞 因為他有可能變成台灣第二個靈環民 所以一天到晚打電話跟他講 不要回雲門 不要接雲門的案子 要自己做劇團 自己做舞團 不要再跟雲門有關係了 因為你要是再回雲門 我就把你的電話 從我的手機裡給三了 我說布拉瑞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但是我看到的是不好 所以這幾年也一直在 在那個 威脅他 每次都打電話說 欸 雲門老林太好啊 你自己舞團做得怎麼樣 問題就來了 為什麼不好 假如我十年後變成台灣的第二個賴身川 布拉瑞亞變成台灣的第二個靈環民 為什麼不好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假如台灣十年後的賴身川教理建長 台灣十年後的靈環民叫布拉瑞亞 大家覺得好不好 十年後 我十年後會去做百十年國經 布拉瑞亞 十年後會出櫃 蛤?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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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选出来就好了 一般选民都这样,没关系你们选吧 有没有人有意见,你觉得好不好? 所以你觉得好不好?不好 还有没有人觉得好不好? 好不好? 不知道,我是觉得当然不好 十年后的林怀明,还是林怀明的话 十年后的怠惨的话,还是怠惨的话 表示什么? 因为台湾的艺文界十年没进步 懂你意思吗? 我们要的不是十年后的林怀明 我们不是要十年后的怠惨 我们是要十年后的布拉利亚 我们要一个新的人 我们期待他能做的比林怀明更好 林怀明没有不好 但我不喜欢林怀明 就这样,没想到他 解析还故意偷骂他 但我跟他工作挺愉快的 也不愉快,睡很好 跟娇男女朋友一样的 最狠的家都吵了 最亲密的爱也做了 情感也都交流了 但我不喜欢他 他没有不好,但他很右派 我觉得台湾的艺文界 因为长久的教育以来 所以我希望有更多的左派思想 我不用你左派 你只要有左派思想就好 这才能均衡嘛 懂那意思吗? 我在教一个艺术 我不能只教一面 我不能只教单面 跟教历史一样 不能只教单面 我不能只教右派的做法是什么 你要有左派的思想 你才能够去启发 有可能左派潜在因素的学生 否则所有潜在因素 心里有左派潜在因素的学生 被你的右派教法之后 你会把左派的种子全部杀死 台湾之后呢 就会变成 好恐怖 台湾以后就变成做戏剧人 全部是赖真川 做舞蹈人全部是李怀铭 恐怖恐怖 太恐怖了吧 我们一天到晚就只能看水月 太恐怖了 我想看别人 意思就是这样 这是我反对的理由 但右派老在建立下一个领导人 这是右派永远的问题 这是政治永远的问题 看我们永远在找接班人 而且这个西班人呢 是不会没有的 所以连笨蛋都能当总统现在 真的 我说的不是台湾各国 欧巴马不见得是个聪明人 欧巴马很惨 他也是个被右派分很利用的左派 你要这样想 所以我就突然想到 我站在那边骂人的时候 我在干嘛 骂几千人干嘛 关他们什么事 他们就是表演 这个是在花博 所以在花博的时候 我就改了一个态度 然后花博之后 我就跟比较高博说了 我不再接这种案子 我觉得这不是我在做的事 这也不是我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才开始再重新停下来 我都没在做创作了 重新停下来 再想说我能够做什么事情 后来就参与了比较多的 这个网路上的发声 然后重新观察表演艺术在整个世界 你看我多落后 重新观察 虽然我常出国 但我重新再观察 在所谓的理论上 在行动派上的表演艺术 在全球目前的所谓的活动里面造成的影响 好 讲清楚一点 好对不起 就是Occupy Street 带领华尔街 它其实是一个表演艺术 它是一个华丽的街头表演艺术活动 包括海盗党 它其实是一个艺术行动的一个政党 待会可以大概讲 但都查了到资料 所以有兴趣的再去查 就开始在观察这个东西 包括Anonymous Art 有一个新的网站 叫做Anonymous 是怎么翻译 就是众人 Anonymous 众人 众人艺术 那个众人艺术 其实是从那个真实故事去改过来 就是每个人都戴第一外课的面具 知道吗 第一外课 不知道 有一个白脸 然后跟我长得挺像 独独是这样撬 尖的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真实的人 他是一个革命家 但是没搞成 他本来是个军人 回到祖国之后 他抗议 好像是英国吧 抗议一个事情 他弄了一堆火药 想要去炸 没炸成 被抓了 然后就是有人麻 有一个导演很喜欢麻 拍的一个电影 但看电影不准 一定要去查史料 因为这是个真实的故事 可以 电影太笨了 不要看电影 他真实的故事比较狠 然后 所以他就会有一个节日 叫火花节 纪念这个革命尚未成功 有点像 革命未成功的一个英雄 那现在就很多抗议 街上的抗议 全部戴这个面具 因为 这很有趣 我们的 所有的行动艺术都落后 各国好几年 政策也是一样 所以当然 对付的方法也是一样 所以他们用 国外十年前的政策 我们就用国外十年前的抗议方式 有点像这样 有点 但后来换了 现在国外你要去观察 他们 以前一开始抗议 你居住的前一阵子旺中 太愚蠢了 有一次抗议的时候 他们说 你们什么 呃 不要蒙虐啊 有种把脸 什么 翻开 好像有一次是这样子 说 你不是走路工 我是 我跟你秀脸 我就是我抵戒 我就是来抗议 我不是走路工 我不是怎么样 反而这样子 愚蠢 这完全落入右派的手段 他能够看清楚每一个人是谁 旁边都在录影的 所以 国外的现在的抗议活动 全部人戴VYK的面具 我标榜的一个事情是什么 叫我是每一个人 我就是每一个人 你不要问我是谁 你问我是谁干嘛 你要来抄我家是不是 所有网络 先听我电话 是这样吗 我是每一个人 我就是一个公民 公民 这一个公民意思 所以他们现在其实就是 每个人上街都是戴VYK 就是我是公民 我随时可以抗议我 我面具收下来 我就继续上班了 就是这样我就回去要上学了 他已经开始在改变 所谓街头运动的方式 他是一个生活 他是像你去StarFox 买一杯咖啡一样 你戴着一个面具走在路上 看那边有人抗议 就带上你就可以进去 不用怕人可以拍你 群众意识一直在改变 所以以前在美国资本主义 在强调英雄主义 每一个人蓝波 认那个人 那个形象 那个意象 现在不是 我们都退到二线去 当然天才比较左派 社会主义一点 我们全部退下 我们都是人 那我们跟你要求 我们要什么 这比较准确 你也不要说什么 欸你们走路工 对别烦恼 我就走路工怎么样 但我就要要求 这就是你们民主玩的张游戏 你反过来跟我说什么 走路工 民主就是一张张游戏 你永远可以花钱买票 永远可以 我们不要不要以为不可能 我们为了那个买到别后的事情 然后台东的事情 我们去台东 还能买票 山上的人 不好笑哦 我觉得 对我们听到的时候很好笑 sorry 对不起 我刚才的反应有点 因为他笑一下 我就不好笑 对不起 其实很好笑 但是你去知道那过程中 就不好笑的意思是 因为我后来知道那过程是 你一个原住民家庭 他连汉语都不会住 他都在山上 像我在跟你讲充元兵的故事 他连汉语都不会说住在山上 然后你去宣传 然后以后去宣传 他那个纪录票 他说你选我 老人家就跟原住民的话 跟他讲说你不要跟我讲什么 你给我钱 你跟我说几号 我就笑不出来 因为你要去想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就为什么会放弃成这样 台湾的政府如何照顾一群 就像英国人去侵占了美国领土之后 对于印第安的原民政策 是一模一样的 他给你唯一块地 保护区 印第安人保护区 保护区要干嘛 印第安人是游牧民族 他们去煮水场 他们必须去放牧 你们帮这个地还你们 我们联合政府抢的地 给你们做一个保护区 保护区能干嘛 他就在里面饿死嘛 然后不断的给他们便宜的酒 可口可乐 一瓶十块 喝到妈 那个 我生气起来对不起 就是意思是这样 所以你去看 怎么样的一个台湾政府 我们在台北 我们感受不到 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已经进到一个很进步的状态里面了 各个方面 跟国际接轨 我们到我们自己的后山看一下 有一群人是这样的默不关心 然后说你给我多少钱我就妥协 但是 他有投票的权利 这就是民主在玩的东西 所以非常的难过嘛 就是 很痛苦的 这种你没有办法 然后这是在原民身上的 其实在很多台湾人身上我也碰过 在我们澎湖也很多 一样 就是你跟我讲 几号 你把钱留下来走了 因为 台东更令人伤感的是 原住民很难过 大部分的原住民是很难过的 他们觉得这个中华美国根本不是他的国家 这就很伤感 这就跟西藏人是一样的 他们可能有一天得走到每天 稍一个人抗议 台湾政府还是不会给他们原民的权利的 这跟人权是一样的问题 因为人权后来会起来 也是因为各地的原住民遇到同样的问题 印尼安人遭遇的问题跟 原住民 跟不拉在台湾遭遇的问题是一样的 各国都有的 印尼、爪哇都有 各地的土著问题跟外来移民问题 包括以色列也是 包括以色列也是 以色列是一个标准的 复杂的千年的移民问题 跟民主问题 跟国家问题 所以很复杂 所以一连串在接触这件事情 我必须要做这些research 对 我去做听澳 我就要做听澳的research 我去做百年国庆 我要去 贝老林早去做国庆 台东的地标 我得做台东的research 做完research 就发现你这个政府 他妈带口屁了 太 他妈 笨 笨 我就恨我自己 那一阵子 我非常讨厌我自己 非常 我就没有这么低潮过 真的没这么低潮过 我非常讨厌我自己那一阵 因为我 我就回想那一切 我现在讨厌的 每一个人跟我讲话的方式 就我那时候遇到的 工作的状况 遇到一些 就遇到一些官员 遇到一些任何的 他们跟我讲的方式 都是我讨厌的方式 然后我回答的方式 我对应别人的方式 都是我讨厌的方式 因为我很聪明 我很会讲话 我都能把活的死生 讲的能死 我连打球 我在旁边念 我不打 我在旁边讲话 都能把其中一对 讲到赢 我知道我有这个能力 所以 你懂我意思吗 这样的人更恐怖 当这样的人去当一个 没有脑子的发声筒的时候 完了 我会影响太多人 我会害了太多人 所以 我那时候就非常难过 回想我这一辈子做的戏 我到底做坏了多少次 我到底传达了多少 不切实际的思想 跟假左派的思想 以为我是左派 其实发现一看 笨 我是右派一个假左派 我就难过了 然后做了角色功课 我辛苦营造 李建成这个人 三十年 断变我的肌肉 对不对 顺便我的脑子 顺便我的嘴皮子 结果发现做出来这个角色 我不喜欢 对于演戏来讲 太痛苦了 对不对 但就这么痛苦 因为怎么样 the show must go out 每天早上起来 我还在演一次 我只要一面 早上一面对 看镜子 看到我刷牙的时候 我就会看到一个 我做了三十年 然后失败的角色 叫做李建成 我那一阵快疯了 气死我 我想说我这么聪明 怎么会做出去 这么笨的谁 他会去检讨这一切 才发现 我们从所受的教育 从小到大都一样 他尽量让你不奉政治 不要谈政治 政治太复杂了 然后一谈政治 哎呀你是蓝的绿的 我不蓝不绿的 哦好 意思就是说 那以后不要跟我谈政治 不是这样吗 对不对 我每次谈政治 你跟我说蓝的绿 那我不是 我都不是 然后你要我怎么样 好像就是要吵架 就是要杠 就是要嗑瓜子聊天 你讲到这两个字 好像口袋里就在挣嘎子 哎怎么样 你觉得这个人 这也是个选举 就那样了 所以我们把政治 已经变成娱乐了 这几年来 政府的经营是这样子 你看那个 初来演戏的官员 一个演的比一个 目前那样演的最烂的就是 吴敦英雅 对不对 不诚恳又假 所有人都知道他在演戏说谎 然后他一直演一直演 这样子 我也给他拍手 所以你就发现了 就是我不爱我这个角色 我要重做 然后重新去看这一切 然后你们老跟我讲说 我以前挺反叛的 你叫我不做什么 我就非做那个 我以前高峰的时候 但政治那时候 挺不想碰的 我的关系复杂 我从小尴尬 我从小是一个自然而然 会去躲避话题的 为什么 我爸是老兵 我妈是澎湖人 你到底要我用什么立场跟你谈 每次摇摇手 找我加入的那种 谈论 我一直向朋友 我们在讨论什么事情 大家不是在谈外省人队 就是谈本省人队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争个你死我猴 然后到最后说 本省人队 或外省人队 因为同学就是分两派 那你要我站在东西干嘛 你们每一次的赢 你们每一次的在口头上 这种讨论的赢 都会伤害我的父母其中一人 我太痛苦了 所以我不碰 也不讲 然后也养成坏习惯了 从高中到大学都养成坏习惯 别人一跟我讲到政治 我就是那种 我不管政治 那什么意思 那你问我 我不管政治 你这样看起来像什么 清高的艺术家 我那时候就是一直在 清高的艺术家 want to be 我一直在用这样子的一个保护伞 在抗这个紫外线 只要有人说政治 我不管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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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 你看都根 美牛 HTC 旺中 全部都是政治 全部都是政治 我们的生活跟政治息息相关 为什么要教我们不懂政治 假如政治是在我活在这个世界上 最需要了解的一些事情 对不对 就是妈妈要教我吃饭嘛 医生要教我保护身体嘛 老师要教我试字嘛 政府要教我知道政治是什么 因为我接下来碰到的所有都是政府的政策 政治 什么叫政治 自己这种政治 什么是自己这种政治 十一族行娱乐 都是 我吃的也是政治 为什么会有买牛 就是你他妈的交换 拿总统的位子去跟美国交换嘛 美国挺你然后你去美国牛肉 其实说出来就是这样的 都是政治交换影响我的生活 然后我这边很帅的 我不担政治 我是技术家 我在想到我那时候嘴脸都想拿棒球棒 好我自己两下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我们这种人 就是我30年前的我 造成了台湾现在的状态 所以我很难过 我觉得我很难过 我一直以为我在 我一直以为我做的戏里面是很左派 然后可以让大家在生活中 能够找到不一样的发生点 然后可以批判政府 可以批判所谓的社会议题 然后把自己期许的像一个革命者一样 然后后来回头一看 哇操太屁了 太逊了 可是连赖胜穿都比不上我那时候的成就 那真的很低 对不对 真的很差 所以我一直在回想这个事情 所以我后来就不断的有机会就跟别人讲说 你别再听别人说了不要碰政治 不是不要碰政治 是政治不好碰 爸爸妈妈都是好人 越难碰的东西 从小就叫我们不要碰 对不对 以前我们家的炉子是烧火的 生煮米的 要自己砍柴的 妈妈就会说那不要碰 因为什么 危险 为什么对我来说是危险 因为我handle不了 我当时的状况 我是小孩子 对不对 火一起来了我handle不了 我现在都不一定handle的 现在煮个饭一遍我ok 生煮我ok 但那时候很懂不了 但你要一辈子当小孩吗 你要一辈子当政治 这个题目里面的小孩吗 就是每个人跟你讲的时候就是 你不要碰 意思是什么 你搞不懂 你能力太差 是这个意思吗 你只要投票就好 是这个意思吗 你不让我懂 为什么要叫我去投票 你为什么每四年要叫我去选一个总统 然后你告诉我说 你不要去管政治 这就是右派的教育 这个教育并不比共产党 现在在香港搞的国民教育 还要难看 一样难看 其实是一样难看 所以我刚才回想在整个戏剧 跟我 跟这个社会 跟这个国家 这个地球的关系是什么 我后来在回想这一切 然后也不再躲了 所以我必须要面对很多以前的charge 所以当我出来说 因为我最后是 现在几点 我要留一点时间给你们问问题 现在几点 对不起 8点 好快晚了 2小时了 到9点完了 对 局长没来 不是下课 没有 我要多留一小时跟 就是问题 然后后来 这其实 那个过程不是握心肠胆 没有计划的 也不是一夜梦醒 也没有的 就是我在混沌中走了很多 那个混沌包括从 拼奥 花博 苗栗 台东 梦想家 这样子 就在这过程中发生 我刚才讲的那些事情 就自我 自我反省的这件事 是在这过程中发生的 所以在那过程中也特别累 然后一直在撞这些事情 然后重新去思考这些事情 所以我决定要做一些事情 那我决定要讲一些话 我决定要表一些派 所以 我就会面对很多挑战 例如 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在 佛罗格上面 然后 写 梦想家的事情 好 但是我 逃避的重点 我大概可以跟你们解释 我当然逃避的重点 因为现在 梦想家现在我们看到的 炒作的重点 或是我们所认识的重点 都不是重点 刚才我们有在 都不是重点 所以待会我可以 你们想听 有问的话我会讲 所以 我当然逃避了所谓的 大共关系的重点 然后我用另外一个题目 就写了一个 看起来是帮赖成长讲话的 一个文章 然后 我就必须接受参论情况 对不对 以前我就是 那妈的 意思就是说 你以前就是 记得立者 林毅士 林毅士 你就是这个高官旁边的 这个秘书长 少年有成 年纪轻轻 外表房实验团 之前一大堆学长姐 没有人轮得到 当二团的团长 必实借着我当了 就是 年轻上位 那种 气势很厌 当时 诶我会想讲什么 哇 为什么讲要对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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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我就写了一个 也骂赖老师的文章 但其实有点在帮她讲话的文章 所以我的学姐跟学长啊 就有人回我 但用秘名 秘名回我 我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跟她还蛮熟也认识 那我一查也知道你是谁吗 她还用秘名回 就回得难听那样 就说 哦想不到什么 自以为清高的阿常 怎么样怎么样 就 好像我一副自以为清高的样子 一副小左派 小革命分子 小笨青的那样子 我后来发现 难怪他们不喜欢 就是他们难怪觉得我很唾弃我 就是我当时的状况 但很多人很喜欢我那时候 我好炫的学长 好左派啊 好凶哦 各个会革命那样子 然后 但其实很笨 在他们眼里其实很笨 我现在后来回想 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 对 你当初那样 然后 一副那样小左派小笨青的 那一讲到你自己地义的问题 你就说 你懂意思吗 你自己的爸爸你就不骂了 你就挺了 你的立场在哪里 这样 解释不清楚的 我的立场跟我的命盘是一样的 什么意思 每天都在变的嘛 我们去算命都会跟你讲嘛 这算出来是 命盘都会动嘛 心心动一颗就牵引到你的命运 意思是这样 动一点点嘛 对不对 所以算命就可以用这个借口去规避不准确嘛 因为叫做命运一直在动 立场当然也是啊 所以每次有人说 你太没立场 我一想说 我当然没有立场 因为我是一个人 我每活一秒 我每活一分钟 我遇见一个事情 我遇见一个人 都会改变我的立场 这个立场叫什么 就是我的idea 就是我的思想 我当然会改变嘛 我怎么会不会改变 所以我要是一辈子都是汉奸 我不能再当好人了吗 对不对 对不对 但那个卧底的人怎么办 有的话他会气死我 我也想当好人了 所以我第一次说每个人都会变 所以不要去害怕自己的变化 也 选择变化的时候也不要去害怕挑战 然后就恰恰假 你以前就是这样 我说对啊 我以前就是个笨蛋 我以前就是个笨蛋 帮表房干事 帮右派的人干事 干那么久的一个笨蛋 就是这样子很简单 那我不能变吗 学姐 给给人反省的机会吧 给给人 选择另外一个角色的机会吧 因为这是我的人称 我可以重新建立我的角色 所以从这几年之后 我就开始努力再重新做 我自己的角色功课 然后 我回到我自己 我想要关心什么 然后我希望这东西去做 我们